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变性运动员的话题 那之前我们已经聊过几期了 聊到这个摔跤运动员 110110几胜还是112胜零腹 一位女性变男性运动员 那么他想要跟女性一起同场竞技 我们也聊到了这个Yupin 他这个游泳运动员 他是个男变女的游泳运动员 直接横扫了所有在场的女性运动员 当初我们谈论这个话题 留下一个问题问问各位 是各位觉得变性的运动员 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他们参加怎么样的赛事 是否只按照男女来分我们的运动赛事 是当初没有考虑到变性运动员的存在 现在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到他们 给他们单独列一套比赛 很多网友对这个词赞同意见 但实际上这玩意是不太可能执行的 第一方面就是商业运营 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国外的比赛 不像我职业运动基本上是举国体制 国外的顶级赛事获得的商业价值 你这个奖级也好代言也好 长期的战略合作 而且你这个合作之后的出路 安排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多运动员 运动生涯赚够了前奏了 转型做主持人 就是不从事体育行业了 这样的从业规划和体育行情 是我们国内所不具备的 我们国内顶级运动赛事的商业化 做的跟国外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点呢 特别在于我们之前也讨论的一个问题 这顶级赛事商业化 那你次级赛事涉及到什么 就涉及到一个大学的奖学金问题 涉及到大学之间要竞争人才的问题 事实上它是很残酷的 美国套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 如果说他们不单单是政治表态 说我们支持LGBTQIPK群体 那么就有非常非常多 支持民主党政治意识形态的 优秀学生愿意选择这种院校 假如他们表示说男女不行 我们给你单独列一档的话 这涉及到一个政治表态问题了 可能对学校的声誉 可能对声援造成很大的影响 你要单独把它划出去 什么意思 你不承认我是女的 你不承认我是男的是吧 那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 就是在学校层面的奖学金发布问题 因为我自己对美国大学的运动奖学金 我是非常关心 一给基本上就是半奖 半奖起码如果你运动成绩好 而且拿到很多名次的话 全奖 而且全奖还要给你钱 也是非常常见的 甚至如果你这个得的名字特别好 给学校特别长脸 声援 什么报道特别多 学校可能还是你这个运动 是吧 就是几学分 这都是可以谈的 这私立大学 各位私立 私立两个字 什么都可以谈 只要你就是说白了 它有一定经营行为在里面 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私立大学 为什么这么支持这些运动员 是什么运动 它都支持的吗 并不是 是要进NCAA 全美大学运动协会 它有专门的各种 全统媒体 新媒体 给你赞助商 大家都排队了 非常专业的一套东西 假如你是一个新兴了 没多少人关注的活动的话 你这个运动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搞得好 那学校可能才会 可能给你一些资助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就发现说 男性和女性的观众 是不是关注这些运动多 因为有这么多 真的关注运动的观众 他们愿意共情 是跟他们性别一样的人 这是一个心理问题 所以说潜在影响的方面 比方说赞助商 运动品牌的赞助商 学校希望是更多的人 看到说你这个人可是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支持这样的运动 你来 我们的场馆设施 好得不得了 那么希望吸引的是声援 还有第三个 这些从事该运动运动员 希望通过这个四体联赛 他最后是我要把这个走下去的 我要一直得奖 那么如果观众不看你这个体育赛事 你这个赛事的主办方 广告商 团队 他的赞助商 运动品牌赞助商 学校都没有想要往里投钱的一个动机 说白了 它是一个商业链路问题 所以说想清楚这个 就是我们之前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你单独给变形运动员 你们男变女的 来 女变男的 来 都单独加一套体育赛事 是不是行呢 答案很显然是不可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鼓励各位的想想 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同时 今天这个视频非常有意思 就是 有一个特殊情况 没想到还真的这么快就碰上 看我这个视频总是能连起来 就我们之前谈的游泳运动员 在UPN就位男变形女的游泳运动员 他本来是横扫对内的女选手的 但是他现在呢 在另外的联赛上面遭遇了惨败 被人甩的车尾灯都看不见 狂甩他的是谁 注意啊 他参加 他是一个男转女的变形游泳运动员 横扫的是女运动员 现在他自然参加的就是女性选手的游泳比赛 被一个人横扫 这个人大家一听 这个人的性别估计不一般 没猜错 看一下图中是这位之前说的 UPN的游泳运动员 他头上有个屁是吧 他有个学校的首字母 他的身后是他的顺性别女性队友 就是他生下来就是女性 他也没变过性的 明显是要比大不知道一圈是吧 那么这位运动员有冒上来写的是耶鲁 耶鲁大学的运动员 大家发现左边这位运动员 啊是吧 他的胸上有明显的伤疤 没错 他是个女转男运动员 女转男运动员和男转女运动员 在一个泳池里参加同样的女子游泳比赛 女转男把男转女 英文媒体直接用了crust这个词 横扫碾碎 反正就是直接就是甩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来形容这场比赛悬殊之大 那么为了让我们观众有一个稍微直观的认识 首先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男转女的这位运动员 在还是男性的时候 他拍了一张照片 看起来还挺帅的吧 然后变性之后是这张照片 假如拿这张照片 跟下面耶鲁的运动员做对比的话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耶鲁这位女转男运动员 他的身体线条 是要比右边这位顺性别女性的身体线条 是要显得明显更肌肉一些 那么当场战况的报道是这样的 首先用词非常的奇怪 第一句话 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我想各位应该都学到 在名词前面的形容词 假如有很多很多的形容词 比方说一个又大又红又老又蓬松又油软 假如你要用这么多形容词 形容同一件东西的话 那么这些形容词谁在前谁在后 是很有讲究的 那这个不算的话 假如是一系列名词前面有一个形容词的话 那么这个形容词放在哪 对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 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地方就体现出来 这第一句话的意思翻译 应该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变了姓的游泳运动员 叫李亚托马斯 是这么翻的 但是transgender放在university之前 就让人读起来 很奇怪 大家看到transgender university Hexus news today 是吧 这个德克萨斯新闻 德克萨斯州 老MAGA州了 你在MAGA眼里 LGBK的APK 也都是他们不愿提起 就是非常反感的东西 那他除了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玩了更 比较有意思的 下面看他说 各种各样的比赛 直接是crushed 是直接男专女 被女转男给碾压了 评价一下说 这个男专女运动员 最开始一场比赛 是他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激素疗法 就为了抑制他这个男性激素水平 接受了这种疗法 已经测了合格 可以参加比赛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就比他的顺性别女性竞争者 领先了两秒游泳 但再训练了一个月 就在1500米游泳 这是游泳比赛最长的距离 1500米游泳的比赛里 甩了他的女性最接近的竞争者 36秒 扩单差距到36秒 记者有采访到 不愿透露姓名 他的顺性别女性队友 说差36秒 是一个让人绝望到 直接想放弃的数字 竞技体育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提升个几秒 都是不得了的 差36秒 就绝望到直接放弃 结果他是被 现在这位叫伊加克亨内阁 在100米游泳里面打扮 而且超的是3秒多 100米游泳超3秒多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如果乘一个15 像刚刚我们说 那个是1500米 他超了36秒 如果100米能超3秒多的话 1500米他相当于超了45秒多 这还不算零头的话 那说明这个女转男运动员 比这男转女运动员 又是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个成绩 他的领先 对于这个男转女运动员来说 又是一个可以说 引用他队友的说话 就是绝望到想要放弃的成绩 而且赢了之后 他们穿了个泳衣 非常专业 即便是男女运动员 穿你都是全身的泳衣 就把他的上衣脱下来之后 露出了他带有刀疤的胸部 是这位女转男运动员 露出了他的胸部 向世人展示非常自豪 我变性了 是这样 那么这个场景 是直接让在场比赛 观赛的那些运动员父母 是父母惊叉 直接用stunt全部都愣住了 一方面你变了性把拉下来之后 就觉得大家觉得你之前是个女性 你趴着一项拉下来 你这虽然说不是不能接受 完全大家应该接受 毕竟你现在自己认为是个男性了 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是吧用了stunt 第二个事就是这是女子游泳比赛 你家里一个男转女运动员 横扫那些顺性别女性 人家已经很不高兴了 结果你再来一个女转男运动员 女转男运动员 可是要服用雄性激素的 去雌激素意之际 他为什么能也出现在 女子组的运动力呢 那你要说男转女运动员 都能横扫女运动员了 那么这个女转男运动员 还横扫那个男转女运动员 那顺性别的女性 你干脆名次都没有了 所以说回到我们今天那个视频 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NCAA 现在表面上跟什么NBC 民主党那边电视台 想要淡化LGBTQI APK群体 对于美国现代的竞技体育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极大的 说什么A2线的NCA 全美大学生变性运动员 大概只在1%左右 但是这里有我们就发现 我当初就马上提出这个问题 竞技体育 大家只关注谁能拿到名次 不是说你这参赛的人有多少 你现在第一名游泳男 你假如是女转男的话 第二名男转女 后面再加一个什么变性 那你顺性别女性 一个都拿不到 这叫什么女子组比赛 那成了这个问题 所以人家家长说的也很清楚 我来看比赛了 我完全没做好这个准备 这都比的是什么东西 你们这二十周运动员会 你们得做点什么 另外一个家长说 我只看到一个男人 直接横扫所有女运动员 这件事还有问题在于 既然你出现这种状况 在他被打败之前 福克斯自然就跳出来 福克斯自然是保守派媒体 立马就联系了 我们看到视频中间 中间这个是主持人 左边这个是游泳队的队员 他的一位队员 右边这个是他的律师 他专门还请了个律师 准备要告学校 还要告NCAA协会 说你不行 他不算女人 我们直接顺性别女性 才可以在女子游泳项目里游泳 那这些本来在 假如只有一个变形运动员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觉得 这个不太重要 但现在不但出现了 男转女运动员 还出现了女转男运动员 像我们说的 那个女转男摔跤运动员 因为他每个州的法律不一样 即便他想跟男的摔跤 他也只能跟女的摔跤 摔了什么110几升零负乱摔 那么这样的情况 就福克斯采访他的时候 就说你想干嘛 他说我要为女性争取权益 而且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他还说 他队里那个男转女运动员 事实上在比赛的时候 看一下这原话说是 barely trying 是放水 说白了就是 他根本就没有发挥权力 已经横扫随女运动员了 可以想见的是 那个女转男运动员 在甩他的时候搞不好也就是放水 没有发挥权力 如果两个人都发挥权力的话 顺性别女性在这场运动里面 到底还有多少 他们应该得到的荣誉 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荣誉 奖励都被变性运动员获得了 我这里都是中性词汇 各位我没有在带倾向性 说什么抢走 或者说什么应得的 没有都是得到了 得到 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更有意思的是 他这个队友上福克斯马说 我们顺性别女性 应得的都被变性运动员拿走 之后是遭到了他人的网爆攻击 说他是仇恨LGBT群体 不支持性少数 要学校开除他 或者剥夺他的运动员身份 运动员本身就有甲学技能 这个事还在外媒上 把他作为一个例子 去和变性运动员 看一下这位 这位叫做西西特尔福 这位运动员 他也是变性 他是男变女运动员 他上位这个 还是福克斯找他做的广告 所谓的要为女性争取在运动中平等的权利 他去做为女性争取运动中平等的权利 把他和刚刚那位上福克斯的作比 用来做对比是LGBT认为自己在帮女性争取权利 结果你们顺性别女性想要打就LGBT 方方吵的是不可开交 那么这个西西特尔福呢 也是非常著名 运动成绩非常好的一位 他还是男性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应该打的是TA那个他 已经是成绩非常好了 变性成女性之后 自然成绩也都是非常好 但他没有能够参加东京大学会 因为他也是和这样我们谈的那位一样 就是有斐温 同时又有怀孕的妻子那位 他一样拒绝使用压制自己体内 男性激素的药物 结果就没能参加东京奥运会 因为测试了体内雄性激素的浓度 我们说最高你不能超过五大摩尔美生 他是超过了 所以没有能参加 但是他的NCAA就全美大学生育运动 里面已经拿了不知道多少奖 我们看一下当场他的一个视频 就知道对现场观众来说 为什么那些学生家长会说太夸张了 我都没想到这种情况 那就是一个男的碾压所有女性 我们各位我不告诉你们说 哪一位是西西特尔福 各位自己在这个短视频里 就非常容易就能辨别出来 好的 那么平心而论 大概分辨出来应该很简单 你就比着这个运动员身体的大小 你应该就能发现一些端 你就发现这不太对 明显是要比别的顺性别女性运动员 大了不止一圈的 那么之前我们还讨论一个问题 到底变形运动员 他的运动的performance 运动的这个能力 他吃了药之后 跟顺性别运动员比 他到底是强了多少 假如要吃抑制剂的话 吃多久 我们才认为科学上 你这算是同场竞技了 最近出了一篇文章 看一下 发展是权威期刊的子刊 是要从这个研究中得出 变形运动员到底吃了个激素 或者是抑制剂之后 影响他们的运动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是谁去做 首先告诉各位是你各位可以想想我们说的这个利益关系是吧 你运动的主办方肯定是不会资助这样的研究的 学校也肯定不会的 运动的赞助商也肯定不会的 惹火上 实际上我没事去研究这个干嘛 但是 但是想不到的是谁去研究的 是美国空军 美国空军资助的这个研究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 美国空军现在是不但接受 而且鼓励 鼓励美国空军的士兵 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 而且美国空军必须是 直到你认为你已经被按照 你认为你是那个性别对待的时候 你在军队里整个变性过程才画上一个句号 我这边用了两个认为 没听懂的各位再回去 这个听一下 因为我这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中国人 那个语法实在是 有点复杂 是这样 所以说军队非常想评判说 你士兵变了性 我们又不能不让你变 而且呢 我们现在法官判了嘛 我们还得按照你认为自己是的性别 对待你到你认为这个合适的一个点 才算变性的过程结束了 否则我美国空军 他可以去告他的 要赔钱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空军起码要去研究说变了性的士兵 男变女 女变男 到底你跟别的顺性别士兵 你这个训练的伎量 你执行作战任务 你执行训练科目 你这到底训练科目是不是得一样 作战的时候 是不是对你的期望 和别人是一样的呢 空军去资助这个研究 我们看一下结果 第一张图是做俯卧 称出虚线就是顺性别男性 这个点点就是顺性别女性 蓝色的是变性男 红色的是变性女 我们发现大概在两年之后变了性的士兵 和他变了这个性的顺性别的士兵 他们运动的表现 如果是俯卧撑 仰卧起坐 这个大概是差不多的 但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就能直接就是说 从事各种各样的运动 比方说从事游泳 游泳跟跑步可能有点区别 是吧 你的运动的表现 你不能让你说 我用俯卧撑的运动表现 然后我这直接类推到 你们游泳上面也是一样 我们发现这个做push up 就是俯卧撑 和下面的setup 它这个线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你不同的运动线不一样 是不是你每个运动 还得去做研究 那如果是同一个运动 你不同的量 比方说游泳100米200米 最长1500米 跑步有100米 什么接了一下马阿松 那你不能全去做研究 所以说这个研究 就是相当缺乏 但起码告诉我们 你每个两年 你是不行的 但两年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了 很显然 现实告诉我们 也是不行的 比方说那个余胖 就我们之前说过 这横扫 他那个顺性别 女性运动员的 男转女运动员 他就是已经接受了 两年以上的 抑制他男性激素分泌 疗程 结果还是横扫了 女性运动员 那你这又怎么解释 超过两年就可以了 毕竟顺性别女性 他体内的雄性激素含量 我们一般认为 在0.5到2.5之间 2.5算极高了 但实际比赛的时候 却要求男转女运动员 他的体内雄性激素含量 最高不得超过5 那麽二美生 5和2.5的区别 各位 可是很大 是顺性别女性运动员 体内雄性激素自然最高浓度的两倍 所以说这个争议的 还是肯定继续的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 我已经觉得非常魔幻 我们之前刚说过 男转女运动员 结果现在男转女运动员 又被女转男运动员给横扫了 之后再出现什么 那就很难说了 这个为什么重要 五眼联盟 他们在文化共享上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今天我们看到 美国关于运动性别正义的争执 我相信 我要开始预言了 搞不好过几天 过几个月之后 我们将在别的白祖国 看到更激烈 关于这些的争论 而这样的事 各位就能保证 不会出现在东亚国家吗 这个问号就非常有意思了